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中兴大学投入台湾原生食药用植物保种,在永丰渔集团和寿川与信义文教基金会执行长章姓如福福斯人赞助下,五年来已完成648种食药用植物的培育保种,并设置保种教育中心,台湾原生种活性分析,开发月桃饮品及保养品等。 成果丰说,兴大佐在惠孙林场举办台湾原生食药用植物资源与开发讨论会,和寿川,前中研院院长翁启会,兴大校长薛富胜,兴大前校长肖介夫,卫福部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张芳荣,特生中心主任杨家栋,中研院研究员徐立芬,肖培文员等接出席。 兴大表示,台湾得天独厚,植物种类超过4600种以上,其中约四分之一为台湾特有种,多样化的自然资源是台湾最珍贵的瑰宝,因全球环境急速变迁,许多物种正面临消失或灭绝问题,如何确保台湾原生植物物种的永续保存及维持生物多样性? 为当前重要课题,永峰渔集团基于环保、永续,立他的经营理念,支持兴大专业团队从台湾自然环境中,找寻具备实用,要用或加工用途潜力的本土植物,进行种源调查及保存,并研究开发其永续利用模式。 新大研究团队在副校长黄振文带领下,针对台湾原生的使,要用的植物进行搜集,保种及活性探索的研究工作,五年来共收集江科、五家科、蔷薇科、山茶科、磕豆科、云香科、张科、桑科、市树科、芝树科、芭蕉科等共111科、303鼠、648种食药用植物, 并与会孙林场及新化林场进行相关培育工作。 在植物成分活性研究过程中,并发现土肉柜、南投月桃、锦英子、中国陵墓、毛筑羊筒、凹叶陵墓、沙漠、铁钉树、树餐、李白忍冬、三叶五家、厚皮香、恒春山茶、短筑山茶、台湾孝南、台湾粗菲、凤凰山茶等植物, 具有进一步开发为代谢症候群、癌症预防等医药保健产品的潜力。 新大校长薛富胜表示,该计划还可与山村再造计划及大学社区关怀结合, 例如该校搜集的优良品种月桃,以协助惠孙林畅周围部落居民与远住民保留地上种植。 研究团队所开发的月桃萃取物应用于饮品、保养品等技术,也与生技公司合作完成产品生产。 未来新大也将继续结合校内外研究团队,与产业界共同开发台湾珍贵的自然资源。